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星期三 早上的十點多鐘 還未到十點 很多錶迷都已經上班 鏡頭前面是今天第一款推介 一共有兩個模式 左手邊的銀色鋼帶 配上黑色八角形錶圈 綠色的計時碼錶盤 右邊的是黑色殼的 藍色圈配上黑橡膠帶 有兩個八角形錶盤 上次介紹Casio Edifice 很多錶迷都買不到 今天豬仔找了第二款的八角形錶盤 這款還要夠價錢 今天我已經收到Casio通知 再下單都已經加了價 十二點截單 還有一個小時截單就加價了 大概很多貨都沒有 但是我手頭上一隻 因為上星期已經下單 所以還是夠價錢 非常非常超值 我先講一下手錶 我隨便拿起一隻 拿著我比較喜歡的黑色膠帶 配搭黑色彌子電道的錶圈 一個八角形錶盤 Casio Edifice 如果你沒有用過 很多時候會有幾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 會不會很容易壞 錶這麼便宜 我告訴你 你一問這個問題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未擁有過Casio Edifice 或者你甚至乎未擁有過Casio 很耐用的 第二個問題 通常很多錶迷都會問 黑色的部分會不會很容易掉色 我同樣回答你 你一問這個問題 就肯定是你沒有用過Casio Edifice 或者Casio的手錶 因為它真的非常耐用 先講一下外型的設計 這隻錶是行電池的 大概三年左右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豬仔換就大概是三十元左右 不需要擔心 很容易更換 回來見一下豬仔就可以了 當作探望豬仔 另外就是 這隻錶擁有一個八角形的 今年很流行的錶盤 你看到八角形的 做了拉斯花紋的 很有型 再加上上面有四顆螺絲系韻 其實它怎樣 什麼元素令到它有賽車主題的感覺 就是它那四顆螺絲系韻 好像給你印象中想到這個 這個賽車的工具 賽車的工具 機械的工具 是一個四顆螺絲系韻 另外 錶盤的正中間部分 九點到三點位置 有一些條紙橫紋 就好像賽車道的痕跡 那些胎痕的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八角形的 賽車主題的castle edifice 這個八角形的錶盤很棒 那些造工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拉近鏡 看看 先說到那些胎痕 就是在這個 三點到九點的位置 那些胎痕都是凹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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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設計好像這個 我們駕賽車或駕車的標靶椅 看到嗎 那些標靶椅 那樣 所以它整個標都是圍繞著賽車主題 我們趁近鏡看看 你看到那個布局 就是12點位置 就是一個逆晶體顯示 可以令到 我們很清晰可以看到 時間 甚至乎兩地時區 也是那個標圈的位置 你看到八角形的標圈 做了拉絲的不鏽鋼 看到嗎 做了拉絲的不鏽鋼 很漂亮的 雖然它的價錢很親民 但它一點都不合格 再加上那些螺絲系運 三點到九點位置 各有兩顆螺絲 在八角形的標圈上面 也是做了銀色的 跟這個黑色的標圈做了強烈的對比 這些位置也完全不介手 昨天我們提到跟標米聊天 他帶了一隻Style Heart 他沒有發現原來 有些位置很介手 這個耳蓋位置 就是這個耳蓋位置 是很介手的 但Castro Edithus 完全不介手 我猜是完全不介手的 但如果用一隻Style Heart 用力插進去 真的會流血的 不僅是這裡 還有很多位置都是介手 但居然這些 這麼貼地的價錢 Castro Edithus 都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大家有時候 真的要明白 珠仔為何這麼喜歡Castro 這個品牌 好 接著八角形的標圈 看看 除了上面做了拉絲花紋 有些螺絲的點綴之外 旁邊這個位置 就是 做了八角形的標圈 但做了拋光 上面做拉絲下面做了拋光 然後延伸到標殼 標腳部分 你見到它做了一體化色的標帶 就是 這裡做了拉絲 有些曲弦的位置 它做了拉絲之後 還收了下來 有些曲弦的位置 那個標帶 就是做了一體化色的標帶 橡膠標帶 標殼位置 旁邊做了光身 這裡有藍牙按鍵 在三點位置 亦都是有個弧觀的位置 你看它凸了一點出來做了拋光 另外這一邊也是 它取其平衡感 就做了一隻翼 凸了一隻翼出來 就平衡這邊標觀的位置 這樣 這個質感不錯 標扣位置 也做了ADIFUS的Logo 然後用了黑色的光身針扣 也是做了光身針扣 這隻標還有藍牙的功能 連接手機 雖然它不是光動能 但也有藍牙的 那藍牙就很方便 為何一個賽車主題 就是當如果賽車手去到世界各地比賽的時候 或者甚至我們普通市民 去到世界各地旅遊的時候 只要連接藍牙手機 應對的APP 就可以自動調節時間 所以非常方便 那好了 我們看看這隻色 這隻色也是做了黑色的 磊子電道的標圈 然後同樣也是 你看到它3至9的位置 也有螺絲系韻 還有你看到邊也有顏色 配合計時抹標圈 綠綠地色的計時抹標圈 同樣也是標盤上面 也有一些條紙壓紋 好像賽車的軚痕 令人亂想到 好了 然後標腳位置 同樣也是做了一體化色的標帶 好貼手的 可以去屈曲 這一個設定挺好的 雖然標盤大一點 但也不會阻礙到 粗幼手也可貼得到 因為它沒有阻礙 一體化色的標帶 好 同樣有個護官位置 這裏造了銀色的標殼 護官這個位置做了光身 拋光處理 上面呢 标杆也有一个ODIPUTS的标杆 蓝牙的连接按键 标杆用了实心的不手钢标杆 拉丝花纹 标杆做了接叠式的保险标杆 上面做了拉丝花纹 摸摸摸摸摸摸摸的 有ODIPUTS的标杆 按键打开做了噴沙的拨桥 看看标底 标底做了嵌入式的底盖 上面写着什么 JAPAN MOVEMENT 日本机身 中国组装 10个BAR防水 用上了矿物水晶玻璃标面 这就是银色的钢带 银色的钢带配搭颜色是绿色的 继时码标圈 同样12点位置都是直徵体显示 黑度 黑度做了拉丝花纹 和八角形的标圈也做了拉丝花纹 很有质感 看上去整个标盆 看看夜光 时分深加上黑度 也是有夜光 我记得有标迷说 夜光不是Casio的强项 确实是的 说得对 它底部也有夜光 还有灯 你看到我按了两点为止的灯 也很光 我先看看黑色的橡胶带 看看同样是否也是这样 也是有夜光 也是有灯 还有夜光 看看是不是一样 时分深加上黑度的点 也是有夜光 也是有夜光 我左边这只 是做了黑色的黎子电刀 而右边这只做了银色的钢 是这样的 好了 讲完那个功能 我随便拿着一只 讲一下功能 按键 Mode键 进入了这个计时状态 你看到上面液晶体显示 寫了0000 stopwatch 再去到计时 探码 198 7 6 5 4 3 2 1 你可以自己设定 20秒到数30秒到数都没问题 再去Alarm 闹钟的设定 现在off了 没有闹钟 其实 我最方便 我觉得 蓝牙练接手机 就不是 应对这个 时间的 问题 最正的就是 它可以在手机上按键 因为按这些键 很多时候 不记得怎样按 但是手机 用手机app 简化一些 就很容易 教脑钟 甚至乎 计时 甚至乎 调节GMT时间 都很容易 好了 今天UTC时间 就是两地市区 液晶体显示 就可以是一个市区 指针显示 是一个市区 可以教两个不同市区的GMT 这个很适合香港人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亲朋戚友都移民了 最近 就可以 看到两地时间 甚至乎 我们现在开关之后 我们很喜欢去旅行 都可以看到两地时间 接着 也可以回到第一个版面 就是十分秒针 逆晶体显示 十分秒针 可以转换 能不能转换 没有 我想转换去看看 可以转换到 看到8月30号 可以转换到日历 如果我不想看GMT 但我们看日历 就是8月30号 甚至乎 星期几 可以看到 星期三 可以转换到时间 按一下 一按中间这个按键 好了 标学了 想跟大家讲一下 尺寸 我自己 就比较喜欢 这只黑色的 形 仔 他这只标 做了100米防水 是 有得水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膠带 襯托了矿密的水晶玻璃标面 好了 试一下尺寸给大家看 试上去 因为他的規格 我先看看 他的規格是48m的直径 12.5mm的厚度 我试出来看看是不是 48的标径 真的 12.5m的厚度 我试出来12.9 那脱脱 就是48 他的規格是51 好了 试下试上去给大家看 戴上手 我就喜欢这个 膠带多一点 但是呢 我知道有些标迷就喜欢 不喜欢戴膠带 喜欢戴钢带 所以一次过 跟大家介绍了两只款式 那好了 试下套上去 看看什么感觉 我戴了两只 先戴一只 我自己喜欢的 哇好有型啊 整只标 这个黑钢 撞这个蓝圈 这个效果 拉远一点 再戴多一只 再戴上去给大家看 如果是钢带的 就是 这个感觉的 其实两只都靓 老实说 但我自己喜欢这只 但是如果你说 这只钢带 有些人喜欢戴钢带 夏天 好了 遮住 先 你看到猪仔刚才所说 虽然猪仔手得14.8cm手腕 但它很贴手 因为它没有耳蓋位 变得很贴手 不会降起 我自己觉得都可以 这只都同样都是这样 你看它胶带都很贴手 好了 那猪仔推介 多少钱呢 这只 Carsel Edifice 还是旧价钱 有bluetooth蓝牙连接手机 用电池 好了 100米防水 这个手标呢 猪仔推介 738元 738元 一只 如果 这两天落单仍是这个价钱 是旧价钱 那 猪仔已经拿了现货 各有五只现货 738元 超值超值价钱 因为它建议零售价 其实是1000 够价钱 都是1200 1280元 1280元 还是1238元 外面 都是买1000元 1000元 1000元 或者昨天晚上有个标迷 问猪仔 喂 那个 这个 Edifice 还有没有什么推介 就是 趁着加价钱 希望它看到 我这条推介 好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